接下來要做的題目叫做稀釋 加水稀釋 現在有10%水20公克 要配成2% 請問你要加水加多少 這種叫做稀釋的題目 稀釋的題目有很多不同的算法 我教的算法叫做 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寫個等式 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糖水加水 誰沒有變 糖水加水就沒有 糖沒有變 溶質沒有變 所以糖不變 所以我就可以寫一個等式 什麼等式呢 稀釋前的糖等於什麼 稀釋後的糖 稀釋前的溶質等於 稀釋後的溶質 問題是怎麼算溶質 前面教過這個 我說你可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的 溶質的質量等於 溶質質量成 百分濃度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寫等式 稀釋前等於稀釋後 稀釋前等於稀釋後 然後 稀釋前等於稀釋後 稀釋前的溶液成稀釋前的濃度 叫稀釋前溶質質量 等於稀釋後的溶液成稀釋後濃度 就是稀釋後的溶質質量 來 二十是稀釋前的溶液質量 乘稀釋前的濃度 百分之十 然後20加X 為什麼是20加X 因為稀釋前是20公克 加水S克之後 航水就變成20加X克 所以稀釋後的20加X公克 乘稀釋後的高球是2% 所以就乘2% 套一句我經常的說法 理化到此結束 理化到此結束 列完這個式子 理化的工作就結束了 後面叫做數學 算 100 100消掉 乘完220 再消一消 砍一砍 所以答案叫做80克 答案選B 有人有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換你們做下一題 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全部一樣 我挑人上來做 然後 你不會就給我問同學去 該怎麼做 一個人王儀 一個人許用誠 一個人 陳曉筠 上來寫這題 對 就你 王儀一個 許用誠一個 陳曉筠一個 上來寫這題 不會去問人怎麼做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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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鐘 思考一下 算一算 想一想 該怎麼做 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全部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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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上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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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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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上來 三個人上來 快一點 三個人上來 希望能上來 快一點 上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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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點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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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太多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為什麼洗得太平添乾了 為什麼 你在裡面膠的 白色是你膠的 對啊 我剛剛用兩個麻糬 所以要按摩自己一塊 你看 為什麼 洗得亂色 而且 你穿過了 三百五百 陳曉筠小姐 你要撐多久啊 你回家 不用 你回家 你回家 不能偷看 你 你回家 我都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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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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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情用數學的說法說 如果要用數學的要求說 這兩個寫的都是不對的 你既然這邊有乘100% 這就表示有百分符號 所以後面就要出現的是3% 然後你才可以把百分符號給 消掉 喔不是寫0.3 如果你要寫0.3你這裡就不要乘100% 這邊也是一樣 你這樣在那乘30% 後面就會有百分符號 所以只要除100% 答案就不會是210 半答案不會是210 不過這個小事 反正你們現在都亂做亂算 不要求 我懷疑王儀 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回頭來自己寫 到底看那個總看不到你在寫什麼 原則上是對的 這一步再算 這一步再算 原來有210克 後來還是210克 底下有700加S 700克的輪胎加S 然後等於百分之3 然後後面還只是亂 終於開始一坨汁就浮在一塊 應該是3X加2100 等於2100 然後再往下做 就像這樣子一樣 就像這樣子一樣 然後呢這一步 來 我們是要說你是屬於那種嗎 我講過我教過學生 教他都該怎麼算 開始寫練習 劣勢劣完了 劣完就停一比 為什麼 我算嗎 不會算 把劣勢劣 隨便看說 舉例啊 3X加7等於9 劣勢劣好 交往下拉座 他都不會行 你怎麼會用人啊 第一個 你知道你兩百億哪來的嗎 你知道你兩百億哪來的嗎 假設你知道兩百億哪來的 假設你知道兩百億 那你的210除以700加X等於3% 這個列是對的 那你為什麼沒有往下走 你要告訴我你不會做嗎 你數學不好 你不會做嗎 金先生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